一次天气太热 喷漆罐竟然自爆 基隆一辆货车停放在加油站对面 一次气温过高 放在车斗上的喷漆罐 突然爆炸 铁盖跟红色的颜料 瞬间就喷溅到对象的加油站 加油站面板一片红通通 原本白色字体被染成红字 炸开命案现场相当吓人 原来凶手是喷漆罐 一次天气太热镜突然爆炸 弄的面板全是红色颜料 事发2号上午10点左右 基隆市文化路上 一辆货车停在加油站对面 一次天气热气温过高 车斗上的喷漆罐突然爆炸 铁盖和红色颜料瞬间喷溅到 对面约10公尺的加油站 险些砸众人相当惊险 我看有东西这样飞过来 然后这边又不炸一次之后就变成 好险没有打到你们 没有没有打到我们 喷漆罐一次是受到高温影响 而产生爆炸 那他直接飞溅到对侧的加油站 那所幸当时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喷气罐爆炸还波及对面加油站 幸好有惊无险没有酿成伤亡 也呼吁民众喷雾罐或高压气瓶 因放在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 才能防止累死以外 解采质恒进了报导